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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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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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生起敬拜 放下黄金光面 环绕在水晶海 千万千万千 尽未天师天君 屠夫口百祝钱 既哉而今哉 永哉亦万年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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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荡也未荣 罪人昏美能见 因黑暗罪深处 谁都伤众至上 谁都伤众至尊 谁都伤众至上 谁都伤众至尊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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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能大主宰 抵上天空 太阳 万物同送主灭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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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位全能主宰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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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主 爱我们的神 你是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永生的神 你是生命的主 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 并且是永恒和丰盛的生命 我们愿将荣耀归于主 你也赐给我们教会 建立基督的身体 好叫我们坚基于元首基督 在基督里合一 以敬拜为忠心 过团契的生活 互相度处 劝勉 领受真理 分享传扬福音 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 通过圣经 把你的真理启示给我们 你的话语是如此的有权能 你的道是活泼又有功效 好叫我们平靠着你的话语 抵挡撒旦的清晰和诱惑 使我们心眼明亮 求主帮助我们 谦卑领受 爱慕追求 周月背诵 默想你的话语 将你的话语缠在心里 使我们能更新生命 更了解你的旨意 建立于你密切的关系 做合乎主信义的门徒 今早我们聚集在你的跟前 完全是你的恩典 若不是主耶稣为我们这些原本 不配的人走上十字架 担当我们的罪 待我们受伤受死 我们必死于罪恶过犯当中 感谢主的恩待 为我们安排了救赎的道路 因着主耶稣一次的献上 给了我们又生又活的路 我们也因此能直接坦然无惧的 在你的圣宝座前来敬拜你 那是我们何等的福气 求主您的圣灵 引领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 实在恳求你帮助我们 齐声颂扬使用音乐和歌声 来赞美和荣耀你 祷告时与主领祷告者同心祷告 听经文难读与信息的讲道时 领受你借助经文对我们说话 祝祷时领受属天隐藏奥秘的福气 愿你祝福我们对你的敬拜 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接着我们一起来念一段 《起因经文》是在《生命声师763》 第69段 《神必安慰》 你们的神说 你们要安慰 安慰我的百姓 当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鹰斩刺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缺乏 他使我躺过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可安歇的指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异路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招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脏 你的刚 都安慰我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 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 他叫他永远 与你们同在 愿宋葬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发慈悲的父 是各样安慰的神 接下来让我们大家齐声唱那看不见的双手 将我们的颂扬唱给主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祝福的人 祝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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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知 你正在对我的语 哦 主耶稣 神知他 你一直就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着我们唱另外一首诗歌来歌颂使我们全难得胜的神 这首诗歌是《耶和华你是我的神》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 我要试试呈颂你的名 你是我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有时教我抬起头的神 线燃愁地围绕攻击我 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 你是我的身体围绕我抬起头的神 是我权战愁地围绕我抬起头的神 线燃愁地围绕我抬起头的神 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 你是我的身体围绕我抬起头的神 是我权战愁地围绕我抬起头的神 你是我的身体围绕我抬起头的神 我所以靠底你同在 是我权战愁地围绕我抬起头的神 接着下来是聆听主道的时间 今早是我们本堂杜建华传道 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 他的真道主题是在他手中 经文是取之于传道书三章一节 好 现在我们就恭请读传道 传道书第三章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每一事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 死有时 栽种有时 拔出有时 杀戮有时 医治有时 拆毁有时 建造有时 哭有时 笑有时 哀动有时 跳舞有时 丢石头有时 捡石头有时 怀抱有时 不抱有时 寻找有时 寻找有时 失落有时 寻找有时 失落有时 保存有时 抛弃有时 撕裂有时 逢补有时 沉默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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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有时 作案其实成为美好 又将永恒安放在世人心里 然而 神从始至终的作为 人不能侧透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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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在他手中 教会给出的经文是传道书三章 所以 我就选择了三章一到十一节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请让我先来解释一下这个主题的来历 这个主题是我曾经看过的一本书 这本书的书名字就叫 在他手中 这本书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书名的寓意和今天的经文 也比较的契合 所以 我就用这本书的书名 来作为我今天讲到的主题 为了表示对此书作者的尊重 让我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和更改 这本书的作者是孙耀光先生 孙先生1962年毕业于新加坡医学院 在马来西亚一个乡村从事教会工作 1969年回到新加坡 担任新加坡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的主干事 后又兼任基督徒毕业生团契的执行秘书 这本书的大概意思是 在1819年1月29日 来佛市登陆新加坡四个月后 他授予伦敦传道会一块土地来发展其事工 五个月后 首位宣教士到达新加坡 自此新加坡教会的发展的步伐 是快是慢 有赖各种社会政治事件的影响 以及教会领袖的属灵素质 此书除了尝试列出各种重要的事件和年代以外 更希望探讨事件发生的因由以及对教会的影响 因此讨论各有关课题 如早期宣教士的失败史 教会学校的奉献 教会对社区的回应 宋上节事件的遗产 太平洋事件的影响 教会机构的兴起 灵性复兴及八十年代风潮的转变等等 作者深信 在人民和国家当中的各种发展 其背后均有神无物的手在领导 所以无论是教会 还是整个社会 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中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传道书三章 一到十一节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 2020年整个世界 包括新加坡 都被新冠疫情所冷藏 政府的运作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都被迫面临着干扰和困难 虽然有些公司和个人从新冠疫情中获益 例如电商平台 游戏软件等等 可是大部分的人日子都不好过 大家都渴望能够尽快地回到以往的生活 同时 新冠疫情也给教会的牧羊 带来许多的挑战 许多人面对精神和情绪 以及失去工作带来的精神压力 传道书三章 传道书三章的作者如果活在今天 他可能会说 2019冠状病毒也不是日光之下的心事 他最终会坚定地指引我们回到敬畏神那里去 少了他 万事对我们都没有意义 也只有他可以在他的时间来医治这个病入高光 伤痕累累的世界 好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传道书 其实 如果你参加了2019年 我们教会的家庭营 当时的讲员吴忠成牧师 就已经为我们大概讲解了传道书 传道书的作者一般上相信是由所罗门王所写的 在传道书中 他自称传道者 也用传道者的语气跟我们对话 传道书第一 二章是讲论世界上各样事物的变幻 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而第三章则讨论到那些变幻都有神的旨意 无论大事 小事 无一例外 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抗拒的 否则只会自寻烦恼 传道者肯定天下万物都有他的时间 有一定的规律 然后从第三章 第二节到第八节 用了二十八个有时 十四个对比 尝试二十八种现象 传道者不是要教导我们用自己的智慧看着时机去行事 而是指出一切万物都已经决定了 人再努力也改变不了自然规律 要承认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 在我们的人生宇宙当中 一切都有神奇妙安排 这是我们人不能完全了解的 生与死 不是你我可以操纵的 灾众与拔出也有时间的规律 人不是生命的主宰 沒有能力控制植物的生长 在人生的悲欢离合當中 人不能掌握或控制這些事情的發生 整個這段經文顯示出一個平衡的結構和組織 那麼 如果真如作者所說 人既沒有能力決定萬事何時發生 也不能改變自然規律與天明天意的運行 凡事早已命定 那麼人一切的勞碌和努力 豈不是突然嗎? 傳道者在十一節的上半段得出一個結論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換句話說 每一個世界都有神的時間 但是 神的作為和道路是人不能理解的 除非神向我們啟示 否則 我們沒有辦法解答這個世界的暴秘 祂智慧的作為也是我們測不透的 感謝神 祂讓我們相信 宇宙中有一位獨一的真神 耶和華 當神創造人的時候 祂將一口氣吹入人的鼻孔裡 使得我們得著生命 並且得著永恆的意識 當我們思考人生的意識 我們知道 我們是活在神的旨意當中 只要我們跟隨神的引導 神那更美好的心意 就能夠在我們的身上成就 但是 神那個更美好的心意是什麼? 我們是有限的人 實在無法參透 宗朗傳道書 可以了解作者的真正目的 所羅門曾想盡辦法探求人生的目的 但到最後 祂探索多年的結果是 在尋求滿足與喜樂這方面來說 世界所能供給的 都只不過是虛無飄渺的東西 一切都是虛空 沒有價值 虛空的虛空 凡事都是虛空 祂說 凡我眼所求的 我沒有留下不給他的 我心所樂的 我沒有禁止不享受的 因我的心 為我一切所勞碌的快樂 這就是我從勞碌中所得的份 後來 我查看我手中經營的一切事 和我勞碌所成的功 誰知道 都是虛空 都是虛空 在日光之下 毫無益處 這讓我想起另外一段經文 在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節 耶穌說 人若賺得全世界 賠上自己的性命 有什麼益處呢 傳道者嘗試擷取這個世界 能給予他的一切 希望求得生命裡的享樂與滿足 但是 最後 他發覺自己是一無所有 傳道者提醒我們 我們無法透過人的努力 改變神的作為 不能增添 無法減少 神這樣做 就是要我們對神 懷著淨慰的心 其實 傳道書的信息 是要告訴我們 只有與神建立了美好的關係 才能尋獲生命的真正意義 我們必須以誠懇的態度 來面對神的旨意 否則 我們的生命 只會是沒有意義的一場悲劇 因為 一切都在他的手中 同時 也不要嘗試打破規律 自尋煩惱 很多年前 我認識一位年輕的弟兄 他和太太都是獨生子女 我每次看到他 他都一臉的愁容 他說 我們來到新加坡 生活得很不容易 再過些年 等我們的父母上了年紀 我們就得把老人接到新加坡來善養 將來 我們可能還會有小孩子 而且不知道有幾個 一家人 住在哪兒 怎麼過 其實他很年輕 當時才三十歲左右 他們的父母也很年輕 還可以自己工作 他卻已經在憂歷十幾年 或者幾十年以後的事情 每天 愁容不整 當下 我們當中的很多人 過分地關注疫情 看到今天 哪裡又有多少人確診呢 哪裡又死亡了多少人 看到自己心裡 充滿了恐慌和不安 瞭解疫情信息 是應該的 瞭解疫情信息 是應該的 但過於的關注 會帶來的憂慮 憂慮不僅不能幫助我們解決問題 常常會給我們造成許多解決問題的障礙 真言說 人心憂慮 趨而不深 我們的憂慮壓到我們的心上 使我們的心被束縛 被囤綁 不能好好地去面對問題 不但不能去面對問題 反而會製造很多新的問題 可能這些都是比較個別的意思 但是 弟兄姐妹 有時候 我們也是這樣過分地憂慮 因為 我們對於神的主權沒有清楚的認識 不能把萬物都交托給神 也有時候 我們在等待神的回應的過程當中 失去了耐心 替神著急 替神做主 常常問 神啊 這件事情什麼時候給我成就 主啊 你的時間為什麼還沒有到啊 其實 這個世界上一切都會過去 包括一切的人情世故 當前可怕的疫情 有一天都會過去 我們應當尋求 那些不會過去的 具有永恆價值的事情與真理 把一切都交托給神 因為祂是萬物的創造者和常管者 整本聖經的開篇第一句話就是 起初 神創造天地 這個世界是藉著神的話造的 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 神創造萬物 祂說有就有 命力就力 正如約伯記三十八章自四十一章所說 萬物的受造太奇妙 是人無法明白知道的 而人類的被造更是奇妙可謂的奧秘 神如此奇妙的創造 我們只能讚嘆 耶和華 我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 何其美 更進一步地說 我們的神也看顧著你和我 祂將生命氣息萬物 賜給萬人 我們生活 動作 存留 都在乎祂 祂賜於我們日用的飲食 我們一生當中 一切都掌握在祂的手中 我們所呼出的每一口氣都是神白白的恩賜 所吃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出自於神的手 我們生活的每一天也是由神來決定的 這些都是跟時間密切相關的 起初 神創造天地的起初也是一個時間的觀念 在我們今天所學習的這段經文當中 一共有二十八個有食 值得我們研究和思考 講到了天下萬物 都有一定的時間 都在神的手中 它是按照自己的意識 按照季節開各樣的花朵 而不是按照人的想像 例如說 流年還沒有成熟的時候 你再著急 想吃 它也不會因為你想吃 而提前成熟 搶你的瓜不甜 就是這個道理 目前 北半球的大部分國家 包括韓國 日本 中國等等 已經進入冬季 天氣開始 一天比一天寒冷 如果你不喜歡寒冷 寒冷也不會因為你的不喜歡 而變得溫暖 我們只能學會適應 所以 我們必須順天應食 在吃流年的季節 吃流年 在寒冷的天氣 多加衣服 無論什麼 神都會有安排 時間到了 就必然成就 著急 也沒有用 這是我們基督徒最基本的功課 神的兒女應當相信 人不能決定什麼 只有神能定歸一切 我們可以祈求 我們可以計劃 但成就萬事的是在於神 我們常常聽人說一句話 謀事在人 成事在天 所以說 不要依靠自己的聰明和才能 要依靠神的大能 方能成事 在遵守神的時間這方面 主耶穌是我們的頂範 主耶穌非常清楚和明白祂的使命 祂從不刻意地去改變 在約翰福音七章一到九節記載 主耶穌避開前往耶路撒冷過祝恒節 祂知道他們要殺他 而當耶穌的弟兄們對祂說 你離開那些上猶太去吧 叫你的門徒也看見你所行的事 人要顯揚名聲沒有在暗處行事的 你如果行這些事 就當將自己顯明給世人看 這個時候主耶穌說 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你們的時間是很方便的 世人不能恨你們 卻是恨我 因為我指證他們所做的事是惡的 你們上去過節吧 我現在上去過我不上去過這節 因為我的時候還沒有滿 耶穌說了這話 仍舊住在家裡 可能他的門徒會覺得主耶穌怕死 其實他是按照神的時間 受死埋葬 復活 完成了救贖的大功 讓信他的人不致滅亡 仿得永生 所以我們基督徒就應該把這個好消息傳出去 就像保羅在提摩太后書四章二節說的 誤要傳道 無論得時不得時 無論得時不得時 我們都要將福音傳出去 不是在那裡等候時機 是去創造一切的機會 這就是保羅的時間觀 也是來自於耶穌的時間觀 好 讓我在這裡做一個總結 2018年 我的女兒結婚 我和她的媽媽為她的婚事而忙碌 出嫁的那一天 一種不舍油然而生 淚水竟然當著眾人的面流了出來 過去的28年來 我和她的媽媽小心呵護 並且享受與她共同生活的每一個日子 因此想到她要離開我們 心裡難免難過 雖然我們很愛她 不捨得她 但我們不會因為自己難過 而剝奪她的幸福生活 我們應該讓她去展開新的禮程 學習生活 這是一個時間段的結束 是神所安排的 神史凡事都有定時 天下萬物都有定時 生活中的事 無論是好事還是壞事 我們幾乎都無法掌控 然而 神卻以她的大能 使萬事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滿有智慧的神 給我們所安排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何時 若萬物都按照她的時間表現 就最好無名 不但神的計劃得以完成 人也能夠從中得到造就和磨練 得出寶貴的真理 她智慧的作為是我們所測透的 有時是風條雨順 朔果的願 但有時可能是風雨交加 災禍雷 雖然因為我們所知有限 而不能參透 但無論如何 這都是神所遇入的 或者是她大計劃當中的一部分 但願我們不要抱怨 學習安息在神的安排當中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 現在的處境是什麼 我想藉著今天的這段經文 來命令大家 讓大家知道 神的主權 一切都在祂的手中 而不要認為現在的狀況 神不知道 或者沒有人可以幫助我們 當我們真正的來到神的面前 敬虔下拜 我相信神會讓祂的恩典 倾注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讓我們就帶著這樣的盼望 去度過每一天 我們一起祷告 親愛的天父上帝 我們感謝三位 感謝你 賜下你的話語 來教導我們 讓我們從今天的這段經文當中 可以了解 可以明白 天下萬物都有你的時間 有你的旨意 有你的安排 天父啊 我們就肯求你 借著你的話語 鼓勵 弟兄姐妹 在疫情面前 剛強壯膽 能夠堅定地 走在你的旨意上 天父也肯求你祝福 你的子民 你的百姓 天父啊 我們感謝你 我們將感恩祷告 是奉主耶穌經的聖名求的 阿妹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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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iajud 我愛你 滅 Therap 熱給你 你我愛你 改多 advisors 來選擇 consistency 你 jeo 你我愛你 有你的心 你愛你 愛你 我愛你 爱在祭坛前不带走 带领我前往 你所应许与指定 我的人生 在你手中尽头海盲 出与我同在 我的人生 在你手中勇敢前往 想要赶直奔 我的人生 在你手中 感性穿风 都最终奖上 我的人生 在你手中 我想知道 我的人生 在你手中 在祝面前 心心收散 神的恩典 我才明了 你的奇妙带陪我等候 愿能我照你的心意 未来的路 愿走在你指引中 心收我最爱 在祭坛前不带走 带领我前往 你所应许与指定 我的人生 在你手中 在你手中 尽头海盲 住与我同在 我的人生 在你手中 勇敢前往 像表面翅膀 我的人生 在你手中 感性穿风 和最终奖上 我的人生 在你手中 我神知道 我的一生 在你手中 你可知道 你一生的道路 都在神的手中吗 无论任何情况 你要确信 在神手中 远比在你自己手中 更好 所以放下自己的挣扎 来更充足吧 因为是有标杆 在你前面 是有奖赏 为你预备 神必在你一生当中 引导你 直到走完 人生的道路 先上我最爱 在祭坛 前路带走 带领我前往 你所应许 至于我的一生 在你手中 倾倒海浪 主与我同在 我的一生 在你手中 勇敢前往 想飘飘起奔 我的一生 在你手中 勇敢前往 向飘飘起奔 我的一生 在你手中 感谢神父 可最终将上 我的一生 在你手中 我先知道 我的一生 在你手中 我先知道 我的一生 在你手中 我让一生 我和你手中 我和你手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 我们下一个主日的讲员 是罗忠宏传道 他要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 在危机中遇见神 经文取自于传道书三章一到二节 请大家注意 下一周日 也就是11月29日的华语聚会 是在教堂大堂举行 上午11点30分开始 请在11点至11点25分抵达教堂 敬拜的席位增加到100人为限 请预先报名 出席的时候 请记得带手机身份证或配信卡 根据指示在登入安全进入 和测量体温后才进入礼堂 请随时都戴上口罩 报名的方式 希望参加敬拜的会众 请在明天星期一 也就是11月23日开始 在办公时间上午9点至下午5点 留言或者简讯到8356-0374报名 这只限接受留言或简讯 报名的截止日期是11月27号 星期五中午12点 我们会在星期五下午过后 联络有留言或简讯的弟兄姐妹 以通知你们出席的确认和须知 如果临时有事不能参加 请在星期五到星期六 留言或者简讯 把位子让出来 华语主日敬拜的会众 将有席位预定的优先权 在家敬拜的会众 请不用担心 我们也会在星期六 给大家发直播的链接 让在家的会友 可以在主日 11月29日的上午11点半 和大家一起敬拜 敬拜当中有盛餐 所以也邀请在家敬拜的弟兄姐妹 自己预备象征饼和杯的面包和葡萄汁 在饼杯时段和大家一起纪念主 报名参加敬拜和奉献的咨询 会在今天的录影后面 可以继续的阅读 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三位 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在你的爱聚集 天父啊 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 将感动智慧赐给我们 让我们把你的道行出来 把你的爱彰显给世人 求你亲自教导 更多的认识 亲近你 爱 我们也会为那些在病痛中的弟兄姐妹 献上祷告 求主大门的手来医治他们 让他们能够尽快康复 也特别赐给他们有属天的平安 我们也把来临的主日 在教会大理堂的敬拜 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 就恳求你 看顾保守每一位出席者 赐给他们健康喜乐 感谢主 感恩 祈求 祷告 是奉主耶稣经的圣灵求的 阿们 好 我们下一个主日 也就是 十一月二十九日 十一点半 在诈堂见 你和我我的神 你是我的神 我的好处不在你意外 你是我的传言 我被重的分 我说得定你为我执手 我强烈和火 常摆在我面前 因你在我右边 我便不知东亚 我的心欢喜 我的明快乐 我的用神也要恩然居住 我将叶和花 常摆在我面前 因你在我右边 我便不知东亚 在你手中 在你手中 我将叶和花 永远地敏 我将叶和花 常摆在我面前 因你在我右边 我便不知东亚 我地心欢喜 我地灵快乐 我地肉身也要恩然居住 我将叶和花 常摆在我面前 因你在我右边 我便不知东亚 在你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手中 永远地敏 永远地敏 永远地敏